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今天我看到了一篇非常震撼的报道 在徐州铁链女事件引发了长达20多天的舆论海啸 仍不知所谓的背景之下 一件发生在瑞典的类似人口拐卖事件 却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得以妥善的解决 事件的本身非常的简单 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 但是两相对比带给我们的冲击和启迪是巨大的 我们今天就先来讲讲这个发生在瑞典的 两个小时的营救背拐婴儿的事件 再来跟进一下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进展 江苏调查组已经成立几天了 除了把村子给封了 排查进出口人员 严控舆论风向 就再没看到啥实质性的交代了 接下来的这戏本会怎么样编排呢 我们来预测一波 除此之外 之前去精神病院看望铁链女 后来被封建警方扣押 几天之后又被释放的年轻女志愿者之一 微博号我能爆起120斤的小姐姐今天发长文 讲述了她在警局可怕冰死的审讯经历 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前深圳市党部书记李有为做打游士一手 呼吁全民占徐州 正是体制内第一位被爆出为铁链女发声的前高官 这又将会给铁链女事件带来怎样的影响 未来可能的事态发展会怎样呢 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 就和我一起看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吧 不如现在就先给我点个赞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感谢必信 我们先来看看瑞典两小时营救被拐婴儿的事件 瑞典警察是怎样做到两个小时 就将失踪的宝宝给找到的呢 根据外围读者网的报道 这个事情发生在瑞典时间周二地点戈德堡 下午两点钟 一位妈妈带着自己六个月大的二胎宝宝 去接大宝贝放学 那妈妈就按照惯例 将小宝宝的婴儿车放在幼儿园外 自己就进去接大宝了 如果在中国 这一定是个危险之举 但是在瑞典 将婴儿车摆在外面是常见之举 瑞典十几年也没有发生过 类似在幼儿园门口丢小孩的事件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妈妈五分钟之后 从幼儿园出来 惊恐的发现 小宝的婴儿车不见了 幼儿园得知 也是大吃一惊 立马报警 警方接报之后 直接倒抽一口冷气 马上调动附近 所有能够调动的警力出警 二十分钟之后 下午两点二十六分 幼儿园附近就已经部署了 超过数十个警察 警方推测时间不久 推走婴儿车的人 肯定走得不远 于是以婴儿园为中心 在附近的区域 大面积的安排警力巡逻 又过了二十分钟 两点二十五分时 宝宝还是没有找到 警方决定启用 特殊的资源调配权 可以调动一切周边资源 这就包括封路 根据瑞典当地的媒体报道 警方是一边封路 重新规划交通 一边派遣更多的警力增援 随着这个区域 马路边的警车越来越东 惊动了当地的居民 居民得知情况之后 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 加入到帮忙搜寻队伍当中 到了下午三点钟 根据报道 整个区域内 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子在开 都是警车在飞驰 警车已经达到了几十步的数量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画面 又过了十分钟 宝宝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更高规格的搜寻开始了 全程的警力出动了一大半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搜寻 警方进一步扩大了封锁的范围 因为不确定罪犯是推着婴儿车走的 还是乘坐车走的 如果是带上车逃走的 那逃离的范围可就大大扩大了 此时全程的交通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哥德堡通往境外的港口码头 陆运边境实行了严格的管理 公共交通 所有通往其他城市的高速 都设了关卡严格排查 很多人都无法乘坐交通工作和回家 只能走路 不过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他们都主动的配合警方工作 也有更多的人主动加入了搜索的队伍 与此同时 瑞典的媒体是清朝出动 很多电视台网络平台 统一发布搜寻失踪宝宝的消息 记者们前往现场报道 跟进最新的消息 并且不断的滚动播放 各种追踪报道 让大范围的民众 都了解到了事态的发展情况 以及宝宝的穿着 婴儿车的牌子样式 等等基本信息 下午4点钟的时候 距离婴儿失踪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这时瑞典的天幕已经暗下来了 但是婴儿在哪里 还完全毫无头绪 大家都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对搜寻越是不利的 这时特警增援也加入了搜寻的队伍 外围读者说 没有人会想到 瑞典竟会如此不计成本的 去搜索一个婴儿 因为这已经给当地的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且很多外媒在报道的时候 也都惊呆了 这是闻所未闻的方式 全力搜索可以理解 但是做到如此极致 的确罕见 可是在当地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必须的 虽然超过数万人的生活出行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没有人有怨言 大家都在紧张的关注着最新的动态 盼望着能够早日找到这个婴儿 下午4点10分钟 这时相当一大片区域的马路上 都可以看到设卡的警察声音 5分钟之后 开始有居民报告 好像看到了类似婴儿车就在附近 这样警方一下子就加大了 附近街区道路的封锁和搜寻力度 媒体则同时间紧张地报道最新消息 又过了3分钟 又一名居民汇报 好像发现了失踪的婴儿车 就在一家大型的超市外面 他火速通知了超市 超市立即通知警方 10分钟之后 大批的警力赶赴现场 一时间救护车几十部的警车 把这家超市里里外外全给围住了 为何如此心事动众 因为这一位居民汇报的婴儿车 与失踪的高度相似 宝宝穿着粉色的连体衣 戴着灰色的针织帽 婴儿车是双人的等等这些基本信息 早就通过媒体传遍了全程 这也是老百姓们能够及时辨人的原因 婴儿车被居民发现之后 超市的保安第一时间 就将停在外面的婴儿车拉进了超市 保安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在瑞典这么多年 从没听到过类似的案件 这感觉就像一把尖刀刺在了心脏之上 随后超市的经理考虑到 宝宝被放在外面可能会冷到 于是立马抱起婴儿 在靠近炉灶的地方取暖 这位经理在接受采访时也说 不管任何情况 他们都会保护婴儿 会一直守着孩子直到警察到来 警察抵达现场之后 确认孩子就是失踪的宝宝 但是将婴儿车推走的人犯还没有抓到 最后警方在超市大范围的搜捕之后 抓获拐带宝宝的嫌疑人 最终下午4点43分 在失踪了两个小时20分钟之后 宝宝终于被找到了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这事还没完呢 随后当地的教育部门 对失踪孩子的家庭还安排了心理危机干预 就是派了专家对受害家庭进行专门的心理疏导 和创伤修复工作 这就是瑞典在两个半小时之内 完成对一个失踪婴儿营救的全过程 从警方到媒体再到民众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统一所表现出来的 对一个小生命的真实 营救他使得全力以赴和绝不放弃 这种感觉相信对于很多在西方国家 生活久了的朋友来说都是似曾相识的 因为在西方国家 对具体生命的真实经常表现得很明显 这与中国其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拿对待战俘来看 历史上 且不说古时就有秦国坑降族40万 和汉代将军李林战败投降匈奴 而遭汉武帝杀母斩戚的势力 在近代朝鲜战争期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2万人被俘 一半是去了台湾 另外1万人坚持返回了大陆 结果这些人从此是终身被歧视被迫害 有的团师级的军官还遭到军阀审判 罪名是为什么不战死 对比美国对待战俘 在波斯湾战争时 被伊拉克俘虏的美国士兵 是牵动着全美民众的心 只要有士兵在战场失踪的乡镇 家家户户都悬挂着黄色的丝带 表示对士兵的挂念 这些战俘后来返乡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没有人追问他们怎样被俘 为什么在伊拉克电视上曾经谴责美国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上期节目提到的一点 就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之下 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价值 甚至是生命都不那么重要 那对比《铁链女》的事件 我们看到在无数善良的人们深深追讨 坚决营救的推动之下 创造了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但仍然还有代表着权威的警方 司法 媒体以及部分民众 所表现出来的姑息养奸 助纣为虐 冷漠和淡然的态度 岂不令人寒心 尤其是警方的角色 在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的 我能爆起120斤的小姐姐的爆料 更是让人不声唏嘘 继续看 现在江苏省政府对铁链女事件的调查组 已经成立几天了 除了骄傲女孩传出的调查组 进驻徐州之后的八项工作之外 再无她说法 这八项工作吸毒起来 发现之前对于她会给出一个 怎样交代的猜测都错了 因为这个调查组根本不是去想办法 给所谓的虚假说法的 而是去维稳的 看看这八项当中包括 成立小组通过步态识别 人脸识别 分析进出口关口证的每一个人 再有召开各类会议 做好辖区维稳工作 做好舆论防控 不允许任何内部人员参与群组 对外讨论 已经发现开除公职 追究相关责任人 还要做好拐卖家庭思想工作 不能再有任何新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传出 等等 我们就不一一而说了 这个意思大家都很明白 维稳终于给群众一个交代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 被誉为徐州新闻界 惊动高层的山剑大师之一的 佩显打狗 当时是有电视台拍摄到 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给拴起来 他在回答记者问时 口出狂言说 群众算个什么东西 后来电视已经播出 全是一片哗然 这就是每天高呼 为群众服务的伟大的党的骨干 人民的公谱 维稳事大 但这事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压下去的 喷井的名分既然能创造出奇迹 当然不会轻轻松松 就淡然退出舞台 所以这一出戏 还在进行出台前的紧急拍业 我们来预测一下 接下来我们肯定会看到 官方大维稳的剧本登台亮相 首先就是对于铁链女的身份 中共肯定还会继续否定 可能会有一份更加详实的 炮制出来的所谓调查报告 告诉大家 你看吧 铁链女不是李莹啊 我们之前节目说过了 著名导演王胜强曾经透露过 因为涉及到枪杆子军心稳定的问题 有人不想让她是李莹 那么这样一来 不说是李莹那是否是小花梅呢 是否是杨某霞呢 就看她怎么编了 这样一来 公众的再次质疑是一定会有的 那么这时官方媒体和网络水晶 就要更疯狂的一边倒的定调定风向了 群众出动 意义着抓 特别是有影响力 有身份的博主公众号 只要一冒头就抓 甚至补帽头都可能突然间就被嫖娼了 杀一紧百 还是原来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咦好臭 最后一幕呢 就是徐州封县欢口证 等等会被抛出一些官员来 罪则不得 官越小 罪越大 个别人口贩子会被精准的揪出来 明面上严厉打击 绝不估计 各大媒体上阵批斗一番 私下里警察会递给嫌犯一根烟 哥们 你也别闹了 我也不想抓你的 只是怨你命被啊 撞风口上了 再接着呢 一批受害妇女儿童会被成功解救出来 妇联工会 接到各种组织 都会大张旗鼓的出现 受害者本人和家属 会感激体灵的痛哭流涕 感谢党 感谢政府 媒体高歌猛进 海外这桥莲学莲受害者妇女同乡会 都要隔空唱赞歌 宋锦旗 最后 在战国辉煌的凯旋之中 当局会建设性的考虑一下 是否通过着人大修法 把被拐卖妇女的价格 从20只鹦鹉上升到20只蛤蟆 以彰显党在新时代 全面落实 依法治国的决心与勇气 讲起来我都忍不住想笑 你们觉得呢 不过这都是人前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东西 在背后还有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知道徐州是江苏省的地级市 而江苏省正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老家 在江苏官场 江泽民的势力是盘更错节 除了近些年新派去的个别官员 其他绝大多数的都或多或少的 与江泽民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仅仅如此 根据被曝出的杨某霞与董某名结婚照上的信息 24年前1998年正是江泽民执政时期 而徐州的拐卖妇女历史是自古以来就有 根据推友老司机的爆料 34年前曾经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 与花上有一篇调查报告 记录了1988年发生在徐州 曾经轰动全国的一桩特大拐卖妇女案 那篇文章我看了叫做《黑色漩涡》 因为两位作者当中有一位是有军方背景 所以能够从公安局当中 拿到与案件相关的一切大小的案件 文章记录了很多例真实的拐卖妇女案件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说那些了 说多都是累 大家也都知道了 田连女事件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系统性大规模的长期存在着 所以也就是说34年前 徐州就是拐卖妇女这一黑色漩涡的中心 文中还根据公安局的案件信息 呈现了这样一组保守顾忌的数据 自1986年到1988年初 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徐州同山县的拐卖妇女人数高达12000人 丰县8000多人 加上其他的县市 徐州一共拐卖妇女人数是48100人 两年不到的时间哦 这是30多年前的数据 也就是说徐州的拐卖妇女历史已久 而在江泽民执政时期 他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既然绝大多数官员又都与江派密不可分 那就意味着他不但没有制止 反而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这种犯罪类型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 前段时间网传彭丽媛震怒 而且交二女孩在早期曾经发过这样一个帖子 说要求大家全部离开徐州 后来在解释的时候说 之所以要求大家离开徐州是因为 他们已经把形成的汇总材料 递给了国家最高领导之后 得到的指示是暂时离开徐州 因为冬奥会为先 这句话的意义就很值得品味了 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彭丽媛震怒是真的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样处理呢 说一个我的猜测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在暗地里发展成为 中共习阵营和江曾阵营的内斗 首先这会是一个习借力来清洗江曾派残留余党的好机会 可是反过来来说 这也是一个江曾派利用来摧毁习家军的好油头 两方之争就看赎胜赎败了 但是这都与我们所关心的并不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会演变成为派系之间的斗争 清理政敌 但是还是在保党和维稳的这个大框架之下 所以必然不会把全部的真相给展露出来 大家还记不记得北京的雷洋案件 还记不记得红黄蓝幼儿园性侵事件 还有彭帅与张高丽的不伦故事 哪一个我们又得知了真相了呢 所以对于铁链女事件 必然是无法相信中共的 所以我们也必然会得知到的 只是另外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而已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今天我能报起120斤 在微博上发布的他被文讯的恐怖经历 他在发布前说 你们保存了再看 稿子发完呢 我号应该没了 我人可能也要没了 把我的钱交给我家人 买一幅厚一点的棺材 怎么藏随便 我来在这世上一试也是很精彩的 就够了 他发了些什么 这么善人呢 2月11号的时候 他与另外一名女孩带着爱心的花朵 到封县精神病院去看望铁链女 在精神病院里 他们的手机被抢了 随后两人就去派出所报案 但是马上 他们就被封县的警方给扣押了 他讲述的就是他扣押之后的经历 他说 自己在当天晚上10点半被传唤案情 进入到了一间房子 里面有四五个壮汉 就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机 抓住他 把他的胳膊反手压在椅子后 迅速用手铐铐上他 接着拿着一个破旧的黑色电脑包 罩在他头上 紧紧的拽着下眼 很快 这女生就吸不动气了 有强烈的窒息感 他感觉自己快死了 所以他只能出声 说透不过气了 心脏病要发了 于是对方就稍微松了一点 但是气还是不够 女生吓死了 他想这是黑社会吧 是不是马上要把他卖到穷乡僻壤了 把他变成下一个铁链女 被一时强奸 给畜生不停生孩子 后来他又出声了 说心脏不好 这样罩着透不过气 实在受不了 结果对方就换了一个黑的步骤 很专业的 就像那种专门罩人头的步骤 接着 对方就开始搜身 那个在精神病院抢他手机的女人 也在现场 这就是说 在精神病院里抢他手机的人 又随后出现在了派出所 还负责搜身 这说明了什么呢 直到那时候 受害女生还以为 屋子里的都是黑社会的坏人 殊不知 他排电发微博 说要来派出所报案的时候 当时就有网友留言了 说到了封县 派出所你都敢进 讽刺的是 国家不是从小就教我们 有困难要找警察吗 后来他被押到了沛县 在沛县派出所被审讯 头罩一摘 才发现这里有很多穿着警服的人 而押送他的人 当时都是没穿警服的 后来小姐姐机智的 以你们没穿警服 没出示警官证 我怎么信你 为什么要交代为由 把对方一一给打败了 在这一段文字当中 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 其一就是在封县派出所 小姐姐被拘留 被人身殴打 暴力对待的情节 而这一部分施暴的人 是没有穿警服的 其中也包括在精神病院里 抢他手机的那位女士 第二就是后来 他被运送到沛县的时候 小姐姐被高压审讯逼供 但是在要求出示相关文件证明时 警方是没有办法出示证明的 讲到这里 警方的角色是不是就相当明显了 警匪一家完全是维稳 实施暴力统治的工具 最后我们以第一位体制内高官 立有为今天为铁念女做的打游师来结尾 刘邦占徐州 汉室天下流 书室占徐州 纪念苏黄楼 我军占徐州 淮海大劫收 网民占徐州 徐州已蒙羞 天道不可灭 民心不可丢 史时休遮掩 恶行必追究 全民占徐州 曙光在前头 曙光在前头 良心不可命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你也赞同我 继续为铁链女孩发声 就请给我点个赞 以示支持吧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 谢谢真观点哦 打拨弯弯的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